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就可能是中文名字吧 也不是 那你的名字是哪里来的啊 我的名字是很久很久以前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帮我取的 Olaf在他们的语言中就是下雨的意思 你写下来给我看好不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写 你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不是 不会写 你是不是不是字啊 我不是不是字 是当初帮我取名字的这些人 并不是用文字来记录历史的 他们是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记录历史 所以说你的名字只能用说的 不能用写的 没错 那这样的话如果我要把你的名字写下来 或记下来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 你不需要把我的名字写下来 谁说的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需要啊 像写日记的时候啊 你从来没有写过日记 那这样写卡片或写信给你的时候啊 你有话直接跟我说就好了 为什么要写卡片写信给我们 不是嘛 你怎么都没有想过 有的时候我也会有 有话想要跟你讲 但当着你的面 不知道怎么说出口的时候嘛 那这种时候我就要写信或写纸条给你啊 算了 不跟你讲 反正你也听不懂 你就不要 然后我老了 老年痴呆症的 连你的名字 你的人都记不得的时候 有后果 等一下 你真的想写的话 帮我取一个就好了 到世界的伤魔 让眼来 随着风 并且扇诺